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技术学堂 关注小鱼儿的都知道 小鱼儿的话 主要的一些教程呢 就是教新手朋友们如何 使用AI工具来 做视频或者绘图 现在是一个AI时代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风口啊 用AI来为我们挣钱 学会利用AI工具 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 很多新手朋友说 有的AI工具收费太贵了 没有办法用 还刚刚开始 还没有挣到钱就要花钱 这个时候呢 小鱼儿今天给大家找了一款 特别好用的AI工具 也是一款绘图工具 它简直就是新手的一个福利 你完全可以免费用它 而且你用都用不完 讲到最后的时候呢 我到时候会把链接放到下方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方领取 那么这个软件的名字叫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到谷歌搜索 Playground 它呢就是一款绘画工具 那么我们新手朋友们 如果说你还没有这款AI工具的话 我们就先来到谷歌 先搜索一下 搜索完了之后 就下面这里 第一个我们点进来 我们就直接来到了这个 Playground的一个主页啊 这就是一个绘画的一个主页 如果很多朋友们英文不太好的情况下 我这可以给大家把它翻译成中英文 这样的话很多朋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个页面还翻译不了哈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也是一个绘图软件 看一下它绘出来的图 还是相当不错的 各种风格的都有 你看这个美女 这个效果真的不错 看一下这个山水画 看一下这个卡通人物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是免费啊 免费的 等会告诉大家有多少张图你可以用 我们首先进来之后 我们用我们的谷歌账号 或者说你的email去登录一下 登录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点进来了 因为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 我们来到的呢 就是这样一个绘图的页面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说它可以免费用 而且你用也用不完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定价 然后这里自由 宁愿 看一下多么友好 最喜欢不花钱的工具了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你看这里 每天创建500张图像 就说你每天可以500张 它的不收费 是不是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很友好呢 我刚才进来已经用了很多张了 但是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张 我觉得我一天用不完 我们肯定是用不完绰绰有余的 这个500张 而且它的价格收费真的一点都不贵 这里12块钱 可以1000张 这里36块钱 这里就有2000张 它的这个收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好 非常非常的实惠 我们再返回我们的这个页面 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绘图的一个页面 很多朋友刚才已经看到了怎么进来的吧 如果不会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模型的选择 看一下这里是一个模型的选择 你想要什么模型都可以 这也是对我们新手朋友们随便拿来就用 非常的轻松 喜欢什么模型 你如果说想要动漫一点的 卡通一点的 这里也有 真实一点 写实一点的 这里也有 这种风格的也有 各种风格的都有 第二个呢 这里就是提示 你想看什么 你可以使用单个词语或完整的句子 可以用单个的词 词也可以完整的句子 描述好了之后 直接粘贴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从图像中排除 就是一些丑的东西 你不想看到的东西 那么你也可以 不想要的细节 比如说颜色 物体或风景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 它是可以排除的 这里也同样也有 图像到图像 就是所谓的图生图 上传一张图片 它在给你生成这样的图片 我这边呢 先来到我刚才生成的这个页面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 已经自己在这儿生了好多图片了 这里 各种各样的都有 一个动漫的 还有一个风景图 还有美女 我发现让我最满意的是这个美女的图片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这个是我简单的一个描述词 生成出来这个美女 怎么感觉这个美女特别像一个明星呢 这张图片我想把它保存一下 我把它下载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测试的一些结果 我们再回到一个创建的这个页面 首先还是给大家生成一个美女 这边教大家如何使用 我们这边先点开 点开 我们来选择模型 做美女 我试了一下 这个模型比较好 这个模型 这边我们去输入一个描述词 这边描述词 如果自己不知道 我就直接用的是一个GPT 描述一个美女 简短一点 描述一个高挑美女 我们的话还是最好是用英文 英文的话 它生成出来的图片 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GPT有点卡 我这边就用一下文言一新吧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用的 好了 我们直接 这个是我之前生成的图片 我们这边 我直接把这个描述粘贴到这里 这边如果说你不想要什么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描述写在这个里面 我们这边把这个 这是一个正方形的 给它拉到5 把这个给它拉到5 质量以细节拉到50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是一个卡通头像的 我换一个头像试一下 我记得我刚才不是点的美女吗 怎么变成这样了 来再来重新生成一下看 它的速度还是蛮快的 比起米吉尔利或者雷拉多 速度都还是相当快的 免费的能达到这个效果 速度还是不错了 这个美女还是不错 这个图片还是蛮高清的 我们这边把这个值给它变大一点 它说较高的值将使图像更接近提示 我们把这个调高一点试一下 调到20再来一遍 这个效果还真的不错 朋友们在绘图的时候 记得要绘图要做美女 想生成美女图片 记得点这个RPG4 这个专门拿来做美女的 我已经试验过了 这个拿来做美女图片 非常的不错 我刚才的这个值是调到20 我这边把它调到30再试一下 他说的 较高的值将使图像更接近提示 那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不行了吧 这个鼻子都变形了呀 不行不行 看样子这样不能调的太高啊 一般的话我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效果最好的 还是最开始的这一张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还是这个第一张 就代表说这个值还是要小一点 生成出来的效果才好 我们调到这个 调到这个10左右呀 调到这个9试一下 看看还可以啊 我想要一个全身的 我在这边加一个全身 再来试一下 这个鼻子是怎么了 还是有点变形呢 那我把这个值给它拉到个4试一下 测试了那么几张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值不能太高啊 这边这个值不能太高 太高的话你看鼻子变形了 我们的值在4或者5 4到6的话就差不多 我们试一下这个6 先试一下5吧 5还可以 再试一下这个6 6也还行 那我们把它拉小一点 试了一下来 2呢 这个不行 眼睛都斜了 所以说这个值的话 我们这边一般选个4到6之间就差不多 一个描述来绘图 我这边就讲到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眉侣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眉侣你看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最满意的还是我们这边 图生图就可以直接点这一个复制一下 然后在这边点进来 那么它就会以这样一张图片来 这里描述已经在这里了 我保存一下这张图片 好 我这边图生图我要加一个图片进去啊 我把刚才那个美女给它放进去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值给它调到6 调到5吧 还不错哟 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是用哪两个美女给它合成的啊 刚才就是用着这两个美女 看一下 汇集了两个美女的特征 汇出来的一幅图还真的不错 看一下 还是蛮像的 如果在这里你想要改变一点什么 我们除了在这个下面添加一张图片来图生图 我们还可以同样在这里导入图像进行编辑 比如说这样一个美女 我想让她换一个发型 我想让她头发换一个颜色 刚才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先关掉 点这一个按钮 会出来一个加号 我们现在把她的头发给她弄一下 我们要给她换一个发型 换一个颜色 感觉就好好玩了 像那涂鸦一样 这里还有一点 好 换个颜色 我想给她换一个黄色的头发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生存的时间稍微会慢一点 因为我们用的是免费版本 这上面她说到了 在使用免费计划时 你使用的是较慢的版本 升级到专业版可缩短等待时间 免费的我们就等就等一下吧 也没关系 也不会等太久 头发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吧 那我把这个直拉一下呢 再试一下 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试一下 可以了 这个黄色 这是黄色吗 好像不是很自然啊 可能是因为我在涂的时候 这边涂得不是很好啊 所以说她 生存的时候这个样子 这个头发好怪哦 还是原本的头发好看一点 就说你们想要改动哪里的时候 你可以点这个符号 就点这个 点完之后呢 比如说我想让她换一个耳环 耳环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让她换一带耳环 试一下 来再来试一下 换了吗 没换了 把这个直拉大一点试试 错了错了 是我这边搞错了 我说换一对更时尚的耳环 怎么 它这显示是买一对 更时尚的耳环 耳环有一点点变化了啊 这里耳环有 这个花色变了 确实 不注意看 还没看出来啊 这个耳环确实是已经变了啊 这个形状有些变化了 你想要让她改哪里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用这个局部 局部去改她 都可以啊 或者说你让她 眼睛变化一下 我们来试一下 换一下眼睛 看一下行不行 改变她的眼睛 这个眼睛 太夸张了 这边只是测试一下啊 大家可以想要改的时候 可以去试一下 我这边把这个值拉小一点 试一下看 这个值是不是太高了 拉得太小了 也没什么变化了 再稍微拉大一点点呢 再试一下 拉小了没变化 拉大了变化有点大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 可以去试一试 挺好玩的 挺有意思的 如果这张图片 你不想要的话 这下面可以直接点删除啊 这边可以直接删除 像这张照片 变成单缝之眼 这个单缝眼 这张眉里我还是想把它留着 确实挺漂亮的 很随机的生成出来一张这样的图片 真的非常不错 而且这个真的 它是免费使用的啊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如何给描述词来让它绘图 还有一个怎么样 我们以图生图 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它的一个局部的一些变化 你们都学会了吗 这个软件真的挺好用的啊 这个AI绘画软件 关键它是贬费的 我觉得以后我可能就用它了 链接地址的话 我会放在下方啊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给小鱼留言 喜欢小鱼的记得订阅给赞咯 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新手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利用AI工具来为我们节省时间 用AI工具创造出我们更多的作品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通过视频来实现变现 通过视频来挣钱 只要学会了这些AI工具把它利用好 相信我们都能在网上挣到钱 我们都能依靠短视频挣钱 如果还有什么AI工具不会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我往期的视频 米尖里如何从零到一去绘图 或者说如何让照片说话 如何利用几款AI工具一起来做视频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